刘宇德来到少林寺已经足足一年 可却整日都在干杂活 这天他终于忍不住询问大师兄 如何才能学到少林寺高深莫测的功夫 大师兄面含笑意 本思僧人 只要自愿 皆可在三十五房中休息武功 你自己不说 谁知道你要不要学 最后大师兄又问 少林三十五房 他准备从哪一房学起 刘宇德年轻气盛 张口就要去武学最高境界的第一房学起 可当刘宇德来到第一房后 顿时傻眼 这里根本就没人练功 只有方丈领着数十位大师 盘坐于此 诵经求道 刘宇德按捺不住打断中人 结果被方丈双掌拍飞出去 刘宇德哭丧着脸 只能打消一步登天的主意 从第三十五房开始学起 第三十五房名为饭堂 入堂有一条长廊 左边是弟子通道 需要跨越水池才能进门 右边是大师通道 整条路干净正街 没有障碍 水池约有三米长 正常人难以跨越 所以中间拥有两根大浮木 用一弟子跨木探越 刘宇德不知此物厉害 刚踩上去就吃了大亏 跌到水里洗了个澡 依照规矩 衣桌不敬是不能进入饭堂的 等刘宇德把衣服弄干 饭堂中早已没有任何食物 刘宇德实在是恶极了 他拿着碗 竟不顾尊卑有序 竟直闯进大师宅堂 见到如此弟子 住持到也没怪他 反倒是主动给他打了一大碗粥 不过 这喝粥的方式 有点难为人 住持要求刘宇德 必须站在水池服务上边 不断维持身体平衡的同时喝粥 一个没受过训练的普通人 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 无奈 刘宇德被罚着 洗了整个饭堂的碗 第二天 刘宇德又打起歪主意 想要通过翻墙 踏入另一条长廊 又被住持当场打入水池 出了大洋相 为了能喝口热粥 刘宇德不得不痛定思痛 在夜晚利用两个木桶练功 不知辛苦练了多久 刘宇德总算小有所成 竟能凭借单脚越过水池 引发师兄们惊叹 住持瞧见这道关卡没了难度 又偷偷把父母全部打散 曾经的大父母 能承受住一个成年男子的重量 可小父母就不行了 弟子们就没一个衣裳干净的 看到所有人日复一日都在做无用功 住持暗自摇头 拿出一个碗打了个水漂 他没有多言 但诀窍已经说出来 接下来就看雾形了 刘宇德日夜思考着住持打水漂的那一幕 就连在床上也在不断蹬腿模拟踏幕 当同门都在睡觉的时候 他来到水池一遍又一遍的尝试 经历无数次失败 终于成功 而他也可以前往第34房学艺了 少林第34房专练臂力 弟子的日常训练很简单 就是提着两桶水上斜坡 在坡上把水倒在藏水处 让水长流 只是住持会在所有人双臂装上两把利刃 迫使弟子们双臂平身 一旦下锤 难免劈开肉绽 刘宇德天资聪颖 一力更是远生常人 短短数月就已经把臂力练成 刘宇德来到第33房 这一房竹连万里 每当住持敲击一下沐浴 刘宇德就要拿铁锤去撞一下钟 说着简单 可真操作起来却又极其折磨 铁锤虽然只有10斤重 可套在一丈二的竹竿上 竿长一尺 铁锤重10斤 竹竿长一丈二 已经足有120斤 以刘宇德目前的万里 只能拿到8尺范围 刘宇德扎稳脚步 刚敲了几下 右手就已然发软无力 只能重换左手继续 如此训练又是数月 刘宇德万里大有长进 住持有意考核 敲目于速度大大加快 刘宇德却依然能跟上节奏 这意味他已经出师 少林寺第32房 专门烈幕 住持让刘宇德站在两根 正烧着的大箱旁边 他告诉刘宇德 当这根蜡烛转动 他的目光也需要跟随烛光走 但千万要记住 脑袋不能跟着眼珠转 否则 这一项训练过后 则是练习目光敏捷度 住持将所有烛火打灭 只留下一根蜡烛反光 让刘宇德往有光线的木桩打 这套训练名为八步打灯之法 练成之后可防暗器 以一敌多必备招数 少林寺第31房 主练头拱 弟子们需要用脑袋撞开6个沙包 来到前台插上三根佛箱 沙包沉重 只要撞过6个沙包 基本都会头晕目眩 刘宇德也不例外 可一想到通过这一房后 就能学习少林寺的兵器拳脚 刘宇德又是一阵打击血 短短一跃就完成投攻训练 基础攻练好之后 拳脚兵器等防 就是主靠悟性了 刘宇德天纵七彩 又勤勉刻苦 不消数月就尽数掌控 还能跟棍防助持 打得有来有回 刘宇德达成这项成就 从入司到现在 仅仅花费了五年时间 方丈欣慰 要升他做少林寺三十五房中 任何一房的副主持 也就是说 只要刘宇德愿意 甚至可以担任第一房的副主持 众主持沉默 唯有戒律院主持开口反对 他扬言 无论刘宇德用任何兵器 任何武艺 只要他能打赢自己的柳叶借刀 就算让他当任何一房的主持 也并无不可 戒律院主持看似是在刁难刘宇德 可实际上 这般年纪的副主持自力不足 难以服众 若他能打赢自己 才能真正获得 跟同门长辈平起平坐的资格 刘宇德自信满满 拿出自己最擅长的长棍 然而 仅仅一招 刘宇德就败于他手 刘宇德反复琢磨住持招数 不知从哪掏出一把杀无尽的降妖法杖 在脑海中不断拆招 可第二天真打起来 刘宇德才发现自己过于天真 因为他的幻想是死的 可住持却是有思想 会一直转变招数的 这场比试 刘宇德被刘宇德借到拍了足足17次 如果这是一场真实战斗 他早已血肉模糊 夜里 刘宇德再度在树林中复盘 无意间将竹子打成三段 脑海中猛然浮现出一把 从未出现在世间的武器 三结棍 三结棍远近坚固 软硬坚实 双手变化使敌人眼花缭乱 且动作凶猛迅捷 擅长乱中取胜 戒力院住持首次见到如此兵器 一时竟也不知如何是好 被刘宇德夺走兵器 方丈心系 刘宇德佛法不经 除了不能住持第一房外 其余34房 皆可住持 所有人都在猜想刘宇德会选哪一房 可他的答案却出乎意料 少林武器乃天下总会 淹没在寺中实在可惜 他竟是想创办少林寺第36房 专门接收少林俗家弟子 让少林武器在世间广为流传 当然 刘宇德这个决定是有私心的 五年前 他身为热血男儿 积极参与反清复明活动 想要将外族驱逐出境 然而最终换来的 却是同伴 家人 亲师的全部死亡 只留下他孤独一人 他努力学武 正是为了有朝一日 回去找朝廷英犬报仇 方丈实破他心中所想 以此为借口 将他逐出寺庙 意思很简单 这个第36房的想法很好 我允许你先去报个仇 只有一点 报仇的时候 你不是少林寺弟子 一切行为与寺庙无关 如果成功了 再回来创办吧 刘玉德暗自感激 从此以法号三德和尚行走事件 收了红西官 陆阿财等有为青年为徒 最终 更是将杀父仇人一一解决 为传播少林武学 做出极大贡献 请不吝点赞预al 感谢观看